祭拜祖先的食物我们能否吃呢? 这些东西对他们已经不需要了 但是你供了以后是那些护持这些诸佛诸菩萨 或者护持神仙的这些护法神他需要 他是属于天界的众生 他需要能量体 他需要能量的这个支撑是供他们 那么他们是比我们人类还高级的一个生命体 所以是那么他们享用过的 他会把一种天德的能量也在这个食物中 所以通常我们拿拜王者的食物 跟这个拜天神的食物做比较的话 那个拜了王者的食物很快就臭掉了 那拜了天神的 反倒是因为里面注入了光 它就不容易毁坏 不容易消掉 那这个很明显 你如果家里有地上也拜 上面这个也拜 上中下你都拜的话 你会发现不一样 同样的一个水果 那么摆在上面的不太容易毁坏 摆在地上的就很容易毁坏 那这个都是实相 所以是那么通常拜王者 拜鬼魂的这些食物 无论昏俗都不可以再吃 特别是这个将来我们到七月的时候 给大家讲中元 中元节 那么拜的所有的东西尽量都不要吃的 都是把它倒掉就好了 那么吃进去以后呢 反倒把那个鬼气啊 把阴着之气 那个阴着的能量带到体内 反倒容易生病 实相是这个样子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